今天我們繼續來看一下華為P50系列方面的消息 從今年2月份華為發布了新一代Mate X2折疊設備後 該公司就開始著手籌備 準備發布另一款高端P系列旗艦智能手機華為P50系列 即將推出的P50系列現在的洩漏已經被完全公開 我們其已經了解到了包括它的設計、屏幕直重 鏡頭傳感器以及芯片和首發的鴻蒙系統 早就之前描述那樣由於芯片短缺 華為將為三款芯片分別配備了兩種芯片 華為P50標準版使用麒麟9000一芯片 而華為P50 Pro和ProPlus將使用麒麟9000 現在雖說芯片有兩種 但它們的性能存在多大的區別我們還無法獲知 另外今年華為P50的設計非常大膽 我們看到後置鏡頭為巨大的巨型圓角模組 其內部包含兩個圓形設計 由此可見今年更突出影像方面 先前我們了解到新的索尼AM1800圖像傳感器 即將降臨在P50系列身上 這是華為P50首發的一顆1英寸超大的傳感器 但現在傳聞有變 因其有關AM1800傳感器的消息並不是太多 新爆料則稱1英寸的AM1800傳感器今年可能不會發布 其因索尼在研發AM1800手機傳感器中也有一定的平常 而今年華為首發的圖像傳感器為AM18707 它的尺寸為1.18分之1英寸 前後對比這僅為索尼AM1700的升級版本 如果以上是事實的話 那麼今年三星的GN2圖像傳感器 將成為手機界中尺寸最大的圖像傳感器 它擁有1.12分之1英寸的超大比 同樣為5000萬像素 給傳感器單個單位像素面積達到了1.4V米 並且如果您想看到該鏡頭 那麼小米11 Pro和Ultra最早首發 華為P50系列發布可能是今年我們首款 可看到預裝鴻蒙系統的產品 在之前就有爆料者洩露消息稱 P50系列的HarmonyOS Beta2試拍工作已經完成 現在已經進入了下一階段Beta3的試拍期間 很快正式版的鴻蒙系統就要來了 屆時用戶會看到新的鴻蒙UI介面 不過依然有1MU11版本後續的聲音 其華為已經將1MU1控綁在了鴻蒙系統中 另外新的鴻蒙系統叫Google安卓系統比較 據說運行速度快了60% 其因是基於Linux開發 但華為的鴻蒙系統對Linux進行了大量優化 華為同時還推出了自言的超級文件系統 再配合上基於方程編譯器開發的應用 這一切可能會成為事實 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內容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 1011g 030 10 幾